大新电有线电视和新电国小跨界合作 建立产学交流平台 特别举办了小记者种子教师研习课程 有大新电有线电视节目部的记者 还有企划人员和老师们 共同来分享新闻和节目制作的理念和实作经验 协助老师们在从事媒体影像教学的时候 能够更加的得心应手 大新电有线电视去年与新电国小 共同举办小记者大世界暑期夏令营 以及校园新新闻争选活动 获得热烈回响 今年除了延续去年热潮继续办理 更进一步在最近举办了小记者种子教师研习课程 有大新电有线电视节目部记者及企划人员 和老师们一同分享实作经验 课程内容主要规划了新闻制作流程 采访技巧新闻术语写作 节目制作流程脚本撰写 以及拍摄剪接技巧等等 希望老师在指导学生进行新闻或节目制作时 能够更加得心应手 我们六年级的课程有小导演大梦想的课程 然后我觉得身为导师的我应该要 可以有一些支援我们小朋友的一些能力 所以在这方面的能力我需要精进一些 当一个小记者的时候 我们在指导小朋友这样的课程 可以从什么角度去切入新闻的重点 然后去抓取什么样的角度来看一个新闻的主要的脉络 不管是新闻或是节目制作上的基本理论或紧接技巧 甚至是工作上的心得及经验 大新店有线电视的记者及企划同仁们都不吝啬地请民下手 新闻国小校长李显正表示 媒体影像制作一直是新店国小大力推动的特色课程之一 期待度过这次的小记者种子教师研习课程 提升老师们的专业知识 让老师而后在指导学生的时候也比较能够顺畅 那我想以后出来的作品呢也比较能够有一定的品质 那我想这是让我们的学校特色呢能够发挥到一定的极致 而在节目制作与脚本撰写还有拍摄剪辑这些课程当中 新店国小也安排了毕业班同学前来听讲 基于大新店讲师们的指导 学生对于影片制作更有概念 以后拍拍的时候会比较顺 就是剧本的时候就不会想那么久 如何剪影片跟把影片合在一起会比较通顺 要怎么做 就是角度跟分镜要多一点 在拍的时候就会用到很多镜头 来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在拍什么 由大新店级线电视以及新店国小所搭建起的产学合作桥梁 让对传播有兴趣的老师与学生获得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 也让传播制作理念可以向下扎根 记者身边咱们齐新店采访报道